一声巨响后不远处冒出了火花病 扬起巨大烟尘 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的救难人员 在民众协助下把伤者抬上担架 另一头消防人员则忙着灭火现场一片混乱 就在美国卡达和埃及再次推动加萨停火协议谈判之际 以色列军方十号空袭了加萨市一所学校导致严重死伤 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指称哈马斯武装分子 利用学校作为基地计划袭击以色列 巴勒斯坦民众急难服务处则表示 遭到攻击的学校安置了许多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家庭 只伤亡者中包括了很多妇女和儿童 而攻击也让担任调解人的埃及认为 以色列似乎无意达成停火协议并结束战争 另外美国两栖攻击舰黄蜂号 8号则抵达了塞浦勒斯港口城市利马索 美国驻塞浦勒斯大使指出 若是中东爆发战事 黄蜂号将可能被用来支援平民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